全球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自古以来 大部分的修行人都崇尚自修自聊 说大乘的教法 行小乘的行驰 这样子的状况是普遍存在的 寒山大师初入佛门 原本也以为只有顿岭山林 草依牧食 做枯禅才是修行的主要方式 然而殊不知佛词的广大 直到大师接触了大乘的经教 才知道诸佛菩萨的慈悲 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 在大宝恩寺惨遭祝荣之灾之后 寒山与雪浪两位年轻的比丘 应该如何负担起重建寺院的工作呢 在大宝恩寺失火之后 雪浪与憨山两位年轻的出家人 四处奔走 要还清寺院的贷款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景象 我们可不可以请林老师 为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明朝佛教的状况 我想要谈明朝佛教的状况 是 远一点要从宋代谈起 是 尽管宋代佛法很甚 但宋代其实已经趋近于儒家独尊 是 我们所谓宋儒 原佛入儒以辟佛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也是一个隋唐大乘佛学昌圣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转折 从高峰下来了 在宋朝是个转折点 那么虽然到了元代 元代的这个元人也是从佛的 但毕竟只姓密教 所以对于汉传的佛教 本身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那么明代这是从远因来讲 从静因来讲的话 朱元璋本身是当过和尚的 所以他对寺院里的种种 他是很熟的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阵的 这个衰败以后 当然有一些地方 难免有一些弊病 那么为了要这个匡振这些弊病 他就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他将这些寺院大体上分成三类 一类是禅室 就是禅修的地方 一类是蒋室 是蒋经的地方 一类是律室 就是传律法的一个地方 他当你这个东西就是 有规有矩的 这是从他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皇帝 开国君主来讲 他内行的一个地方 那同一个角度 他也是会觉得这里面 可能更多的 对他的政权会产生威胁 因为我们晓得明代的起义 一定程度是 藉由变天的思想来的 所谓的明王下身 是不是 所以他为了预防这样子去建 他就把这个寺院 原来从唐代以来 有的经济自主权一定的程度的抽离 我们晓得唐代以来 寺院很多地方 无论是官方分封的 或是民间奉献的 他有在自己的市场 市场往往很大 我们晓得这个所谓的 三无一宗之灭佛 有一定程度的来自于寺院的 这个过度的 这个市场过度的多 僧众当然在这里面 也许清规 所以当时因为一个东西 一旦过度的盆长泛滥以后 当然就良有不起了 那么这里面如果再加上 有变天的思想的时候 就会引起这个 有人有可乘之机 那么 朱元璋自己是这样起家的 所以这个地方他特别观察到 他以防后患 所以就将这个市场 一步一步地抽离 那么这样也就会可以看到 到了憨山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 可以是佛教轮替到这个阶段 自己不只要做出世间的修行 连世间的市场要沉溺 像个人间的这样的一个 各种的事业一样 自己去跑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背景在的 老师可不可以再进一步 跟我们讲一讲 当时明代的政治氛围 明代政治是这样 我们这一个 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 譬如到我们民国的时候 要所谓的这个 打倒清廷的时候 也不只以清廷府外围 我记得最初的时候 还有驱逐达鲁这个话 所以他还是把明代那个时候 所谓的这个汉族的中心的想法 放到民国 你看都还是那么明显 那么所以我们后世 来看明代的时候 因为前面夹着一个 蒙古族的元代 或者后面有个 女真主的清代 所以我们就看到明代 就像自家的子弟一样 坏的我们尽量不看 尽量讲他的好 明代的美学为什么会那么 幽微 往内心走唯美的路 就是因为知识分子 不能外发于轻易 只要往内心的幽微去走 就是他内心是 是苦闷的 那么明代的佛教的处境 就是像子伯达官 憨山德青 都可以看到他们就是 真的是 一定程度我们可以直率地讲 受官家之逼迫 是 那老师在这样子 纷乱的政治年代 为什么明朝还会出现 所谓的明末四大高僧呢 我们有一句老话讲什么 讲这个风雨如晦 鸡名不已 如果风雨不来 鸡的作用是看不出来 所以只有在一个 晦暗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马上看到那种 人格生命的一个光辉 我想就是如此 那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一个高僧 才会在此时候出现 是的 中国佛教几经兴衰 好在历代祖师坚持 戒恨 让我们后世的佛子 才能够有这么 庄严的典范可以学习 大包恩寺的火灾 也直接了影响 憨山大师日后的修行方式 我们请雅卉跟我们谈谈 当时大师是如何 重建大包恩寺的 其实大师那时候 才很年轻 大概二十几岁 他应该是 是没有那个能力 可以重建大包恩寺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 因为他的恩师西陵法师 是一个行持非常严谨的老和尚 那他原籍之后 事实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积蓄的 那他的身后室 这些是借由贷款的方式 所以来举办 所以在西陵老和尚 原籍之后就开始负债 然后在由于这个助容之灾 然后就学上加霜 他就去向朝廷申请 说他要举办义学 所以对 他就在天介寺 以及金山寺 这几个佛寺 就是积极讲学这样子 那也有很多就是学生 就文风而来 那他就是借由这些 所赚取的这些术修 全部通通投注在这些 债务的清场上面 果然就是在三年之内 他就把债务给还清了 经过这一次的巨变之后 那憨山大师他虽然就是 已经把这些债务给清场完毕了 但是他发现就是 那时候就惨遭这个 助容之灾的时候 他跟他的师兄 雪浪师兄 他们两个就是 有下一个怨性 就是一定要重建这个大报恩室 但他发现说就是 这是一个兼具的工作 所以非大福的大智慧者 是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他必须一定要 就是充实他自己 那尤其是就是这个南方 是一个就是一个舒适 安逸的地方 那他为了要就是 更多的见闻 他就开始选择就是 他小时候向往的 开始游方学习参访这样子 于是他就协同 他的师兄雪浪 就离开了这个精灵大包恩室 然后就就有往上 往上北行 然后开始去一些名山 古菜想要去参访一些圣贤 然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藉由充实自己 然后来时就是 以后可以达成这个 重建大包恩室的远行 是 这么年轻的寒山大师 透过还清债款的过程 好像也改变了 他的这个修行方式 从本来自修自立的修行风格 转变成尖善天下 护法慰教的菩萨行持 我们请响伟共闻 谈谈这一段好吗 从他待人接物 那甚至于他整个宏观 到当时时代格局 佛教的一些衰败的现象 都已经开始重生了 是 所以当他去面对了之后 不逃避 反而更加迎生向前去 一一去解决突破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行者 在面对他的这个 每一个页缘 每一个因缘的浮现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好好的 把它当作 他修行的一门功课 那从中也去培养出他 我们说自修自立 那走到奸善天下 这个菩萨情怀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代大师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他总能够开创出 与我们常人不同的面向出了 在重建大包文寺的过程 也培养了 韩山大师坚定的宗教情操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也成为大师日后修行的写照 韩山大师一面要四处讲学 偿还大包文寺的贷款 一面又要设法营救当时的住持 庚山法师 修行的道路可以说是 备受艰辛啊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别忘了等一会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高僧传 韩山大师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